小月十一双 十块钱 这些小孩真实在 成年了吧 这就是找到对了 十 十五年了 大叔 谢谢你从那些流氓属众把我救出来 你人真好 天哪 我把大叔睡了 怎么办怎么办 是吧 太冒犯了 太冒犯了 你不要想跳高 你不要煩惠我再也不去酒吧了 拜託拜託 不想吃就別吃 都大學都考上吃也浪費兩次 那 我沒考上是因為那個小女他 哎 容容 別給媽媽頂嘴 更不能因為你沒口上 就怪你弟弟啊 明天開始啊就去店裡幫忙 你爸剛接了個大 以後啊又有這種狀 我 婚婚要搬正午 寶寶會不會 媽 我能不能過兩天再去 明天我有個同學習慣 我去什麼劇 他在救人呢 你有沒有在收拾心 聽著呢 天在嗎 天在嗎 嗯 宝宝 你很痛吗 对不起 妈妈不知道去哪里找袋树 也没钱做手术 更没钱咬你 伯恒 老鱼的婚礼 你不去了 替我把贺里带过去 是那晚的小丫头 你哭什么 没哭 是流汗了 你这些东西都要翻进去 不用麻烦你的 我自己可以搬进去 我说一个个手脚多麻利点 啊 这狗小子催单了 快点 快点 我说一个个手脚多麻利点 啊 我今天这么大 和我看 和他结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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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姑娘 你认识私少也不跟我们提前说一声 这个 从你们以后 你不用再自己来送菜 啊 就我们派车专门去取任 另外 在菜价方面 能够长20% 你看怎么样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价格很好了 大叔 别说谢谢你 太谢谢你了 大叔 我还那一瓶 你多大 思想了 我十九了 那天的事我也有责任 我可以补偿你 不用你补偿 我 只想让你陪我去趟医院 去医院做什么 大叔 我 我怀孕了 你想要多少钱 不 大叔你误会了 我不想要钱 刚刚 曾刚送货多出来的几千块钱 已经跟我做流产手术了 我不用你负责 我 我 只想让你陪我去趟医院 帮我签一下手术同意书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的 你不想要他 我 我没有不想要包 只是我没有能力养他 你当我不存在 你去医院检查过了 确定怀孕了吗 我去药天买的是这 两条线 他还要当我去哪儿 医院 对 大叔 现在 已经确定我怀孕了 你 可以签字帮我动手术吗 你 还想打准他 不然呢 我还小 没签验的 我是孩子的父亲 是 我会辅助的 大叔 哦 不能少 你的意思是 你愿意养宝宝 这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他顺利降生 不过你年纪还小 这件事 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负担 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 我尽力尽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宝宝生下来 你愿意生下他 愿意 我愿意的 子先生 这就是我在的全部情况了 我妈 我妈 我妈要是知道我怀孕的话 她一定会打死我的 更别提 让我生下宝宝了 其实 我知道自己怀孕以后 我就很害怕 我不敢让我爸妈知道 所以 我才想去医院做手术 你爸妈那边 我来解决 你 不 不能让他们知道 但你还能瞒多久 再过几个月 你的肚子就大了 你还怎么瞒 我 我不知道 这样吧 你先想办法从家里搬出来 暂时由我当你的监护人照顾你 先生 我可不可以 考虑一下再跟你答复 你考虑好了联系 好 想要这么几乎的心 想要这么几乎的心 我先走了 别再搬住东西 毕竟 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我一定会保护好宝宝的 梦坠入眼睛 你坠入我心底 海沙之虚远远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其实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 妈妈 送个货送这么长时间去 到门口把那些货搬到库房 妈 我搬不动了 我现在手脚都使不上力气 什么 妈你不动 就那么有点破 那累死你了 多说多不好 干活也干不好 我要你不用 妈 我考不上 是因为考试前一天晚上 我在店里 我忙到凌晨两点 本夜你还要把我骂起来 让我给小玉 换成当 换衣服 就因为他扭车 闭嘴 不许亲眼睛这妙同事 真是个废物 还骂你弟弟 我打死你妈 因为因为我怀 我当初就不应该要你这个鸭头骗子 杨你还不要他狗 妈 你这样对我 你们这么不喜欢我 不想因为我是个女孩吧 就是因为你是个没用的鸭头骗子 连个本科都考不上 我全家怎么指望你啊 我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我 他 那你就都没伤害我好了 滚 有多远我滚多远 看你就心烦 好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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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滚就滚 他 他就死了 看你们跑到那 小班吧 电话能累死你啊 杨姐不要他狗 你自己是个废物 我当初就不应该要你这个鸭头骗子 爸爸 我 四先生 你怎么在这 你没受伤吧四先生 你怎么回事 明知道怀孕 还敢往马路上乱窜 对不起 看你这样子 是跟家里闹翻了 你想离家出走 四先生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敢离家出走 敢跟我回家吗 敢 敢 四先生 我愿意跟你回家 我愿意跟你说 相太不需要 我愿意是个小孩 謝謝先生 不好意思 他怎麼樣 睡得挺踏實的 我去把小姐的濕衣服拿去洗洗 大叔 你人真好 三先生 你醒了 怎麼樣 身體好點嗎 我好多了謝謝 蘇先生你幹什麼 別動 以後不要再吃小夏天了 只要涼了就不好 謝謝 你穿我的身上去 我今天早上睡起來沒找見我的衣服 陳詩婉 你真的是大明星陳詩婉嗎 你好 我是陳詩婉 你好 你好漂亮呀 你這人比電視上還要好看 你也很可愛 可愛在性感面前一文不止 四先生他喜歡的 應該是陳詩婉這樣的性感女人吧 你腳上的拖鞋 你腳上的拖鞋 還有其他用品都是我選的 你看你喜不喜歡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我可以給你換其他的款式 博恆 小朋友的東西已經選好了 看有沒有其他需要幫忙的 你先去廚房等我 桌上有吃的 你餓了就吃點東西 無聊了就看一看電視 困了 四先生 你不用管我的 陳小姐還在等您呢 您快去吧 好 同居 這是四先生 和陳詩婉同居的房子 他們真的在一起 那我 豈不是成了破壞別人的小三 雖然我和四先生是意外 但是 他們要是結婚的話 真的會對保護好 和情如我 反正他也不會心疼 陳小姐 你目前身為蘇家的管家 他應該很清楚 我安排的事情 他不該假手 而陳小姐身為公眾人 對自己的出行安排 應該更隱密一些 對不起 因為我爸身體不順 所以我才過來的 今天被拍到 你來自然說 實在是包裝 但是下次不會了 沒有下次 你以後都不需要再過來 它的飲食起居 會有瘟疫 可是瘟疫在 陳小姐 你管太多 我知道 严小姐在那呢 我刚刚看她有些紧张 要不要私心手 你该走 雨不停落下来 花怎么都不开 丝先生 你忙完了 你怎么不说我私手 我 丝先生 你放我下来 你还了我的孩子 我有一股照 丝先生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 你可以帮我叫醒 不要帮我 陈小姐会不开心呢 我为什么要哭她搞不开心 陈小姐就算再大度 你也要顾及她的感受 等将来 将她宝宝生下来以后 你是不是还要让她当宝宝的妈妈 让万一让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误会 可你和陈小姐都生热搜了 我往生东说明了 你两个人是一段 我 我们天天上 我 我不想到小仨 我 我不想到小仨 放心 我和陈世晚没有任何关系 她是我们家管家的女 今天过来去替她父亲送东西的 你 你和陈小姐不是情侣 你们没有同居 没有的事都是明星炒作 我没有和她同居 我更没有结婚的对象 我还是单身 不要考虑她 如果我有对象的话 那天晚上我也绝对不会跟你 你就安心在这里住下吧 有什么需要做工老师 那麻烦四先生 你快乐宝宝多休息 可乐宝宝总工庒 你不得不得不得 here 工作宝宝 温宜你好 不用麻烦了 我约了温宜 你把这个带上 是少爷准备的 准备你的汤水 武器的 好 谢谢温宜 温宜就见 慢点 啥情况吗这 少爷温宜乖的未成年 还扔个说话瞧瞧的 把下斗挖 行 我要光顾夫人去 不请 光页防止 你妈也太过分了 那有什么比你干活还打你骂你 你现在住在哪吗 就 你一个朋友一下 你除了我哪还有别的朋友啊 安好 月圆别说我了 你今天 不是和你的男生随便吃饭吗 你把我叫过来开始 我叫你们好 网上不是都说 反火门荡 黄灾蜜吗 那都是假闺女 再说闺女和男人 我还是学你 男朋友 你们有男朋友了 没有没有 我们都是单身 那就好 哎对了 我听骑师妹说了 你们喜欢吃小龙虾 我就变了这家家 哎 那你们是吃 麻辣的还是吃香辣的 少爷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看看 反正睡吗 他出去了 他出去了 一个人 他说出去一趟就走了 放心吧 他带睡了 少爷 我看他 看起来好小啊 他 老爷子呢 要不要打个招呼 这件事 我准告诉任何人 哦 好好好 你在哪 你把定位放吧 我去接你拿 容容 你 哦 你多吃点 你看着 比以前瘦了好多啊 你在减肥吗 周师兄 我觉得小龙虾 要自己剥才最有味道 你得越越过吧 不用 我也喜欢吃 季悦 既然有龙虾在 我觉得咱俩 还是把话说清楚不错 你说 我约你出来啊 其实就是想见容容 你俩关系好得跟连体应一样 我想着约你 他肯定会陪你啊是不是 约约 容容你什么都不用解释 我刚刚就说了 男人能闺蜜 我选闺蜜 说出去你家有病吗 你要是喜欢容容 你就大大方方约他 你搞这些娇娇子恶心谁呢 那我这不是没容容联系方式吗 是吧 我知道你喜欢我啊 齐悦 那约你不还是手到擒擒的 但是 有句话你别不爱听 谁让你长得没容容联系 我呀 就喜欢长得联系 容容 我觉得吧 你还是多吃一点 胖点好 你看你这 瘦得没胸 还干吧 胖得摸起来 有肉感 那手感的 你干嘛 谁允许你碰他 手不想要 谢谢上 你能吗 他放你哪 没有没有我躲开了 严容容 你什么意思你 你赶紧让他把我手松开 哎呦 兄弟 你别被他这副纯情男子给骗了 他是出了名的爱勾引人 他 他早就被人睡浪了 啊 哦打得好 送出来的荒腰你活该 哦 我说怎么你钱都勾引我 转头你就装清纯的 原来是放上大款 哎 这老男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关 我又不是包不起 没错 啊大叔 大叔算了 死人大 大叔 啊 啊 好啊 啊 别打了 哈哈 四先生 你生气了 你现在情况特殊 你出门最好跟我说一声 我要是没时间陪你 我也会安排其他人保护 像今天这种情况 我要是不在 你别说保护你哥宝宝 连你闺蜜都要搭进去 四先生 我以后出门前我一定给你报呗 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了 你生气的样子好凶啊 我有点害怕 把心事残开之后 你要是想我们的宝宝出生后 满身红疹的 你就继续出去吃麻辣几红架 麻辣烤鱼 麻辣 我 我就只吃了一只小龙虾 这么严重吗 那我们的宝宝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四先生 对不起 不是我太笨了 我应该提前查好 怀疑我吃东西的注意事项 宝宝要吃东西 该怎么办啊 四先生 要不 要不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看吧 我们问问医生 吃什么药可以补救一下的 我不怕苦吃什么药都可以 只要宝宝没吃 你真的只吃了一只 真的 我就只吃了一只小龙虾 我自己都没有小龙虾的味道 你闻你闻 哎不好意思啊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好意思啊 你们你们继续 我先走了 站住 什么事 你的肯定是 是 后果咱们 没有 뭐� której人家 不要生氣了 你很害怕我生氣 怕的 你是寶寶的爸爸 要是你生氣了 不要我跟寶寶同 今天的情況特殊 你很危險 我要是沒及時感到 你和寶寶出了事 我會负責一輩子 是我沒有照顧他 我知道 你是為我好 我 哇我去看看問你做什麼菜 爸 容若 你是不是還和爸爸媽媽賭氣呢 我沒有賭氣爸爸 我只是 容若 你長大了要懂事 你媽向來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別和他一般見識啊 嗯 他罵你幾句 過去了就算了 嗯 怎麼著你還和我們寄仇啊 言容若 這死臉都吃毛病了是不是 還敢離家出走 趕快滾回來給我送貨 媽 我以為你們打電話過來是關心我 沒想到只是想讓我回家送貨 媽 你真的太活躁了 言容若 你別給我扯動扯息的 我謝你下午四點之前趕快回來給我送貨 你要是不回來 我打斷你的腿 我在外面挺好的 我不回去 行 你拿離家出走威脅我是吧 你以為我會在乎你這個野丫頭嗎 我告訴你 你最後永遠都不要回來 死在外面最好 那你就等我死了好了 我 如果你想回家的話 我陪你回去 有我出面和你婚禮談 總是 我替你解決吧 不 別去 沒用的 你不要害怕 懷孕這件事責任在人 到時候你父母替任何人去 我都會答你 不是因為寶寶 你不要害怕 是因為我不是男孩 所以他們從小就不喜歡我 四先生 是不是 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話 一切就會不一樣 做的不是你 是他們 可是 可是 我也想有爸爸寶寶 媽媽疼啊 以後我來關心 照顧 我們還有寶寶 我也不會讓寶寶受委屈 四先生 你說的對 等寶寶出生以後 不管他是男孩還是女孩 我都會一樣的愛他 不要想不開心的事 對了 我明晚有一個晚宴 正好還缺一個女班 你又不要一起去散散心 晚宴 可是 我沒有參加過 會不會給你 對自己這麼沒自信 就是兵 因為來日方長 所以別把夢吵醒 啊 我 四先生 我 我畫好了 很好看 這件衣服 很適合 真的嗎 我 我沒穿過禮服 我感覺 好奇怪 你就當 它是一件普通的舉 不要心裡一直想著是禮服就好 四少 有什麼吩咐 禮服要現鬆了 按照他的指甲改一下 然後送到我們家 好的 去看下來 還插一套手勢 不 禮服已經很貴重了 手勢 我撐不起來 燕容肉 你很漂亮 你不要自我 是 好 你還好嗎 你給你 你要幹甚麼 你夠了嗎 这个是吗 这不是那碗酒吧的小坎儿吗 你俩真跟搭在一起了 最八点呢 你好 我叫袁毅怎么称呼 有点意外 回头给你消灭 瞧见了吗 什么 多半的人 是怕往着你来的 我过去那边和李宗打个招 你照顾一下 放心 想吃点什么 想喝点什么 愿意 什么事 先生我知道 我爸 走 我接个电话 早上就回来 我爸 你没想过 你是哪家千金 之前怎么没见过 你是在跟我 废话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小无险 小无险 虚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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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勾引他是他邀請我來的 你算個什麼東西 他在這 四少是他先罵我的 在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帶來的 欺負他就是打我的臉 新榮地產的胡總 是的四少 新榮地產從明天開始就宣布倒閉 四少是你自己滾 還是我起死讓你 我我滾我滾 這女的誰呀 對四少這麼固執 難道是女朋友 前段時間不是還傳 四少跟那個叫成什麼的女星過戀嗎 變年輕 現在這些女年輕 沒想到女朋友 沒想到女朋友 沒有 哎呀 телеф、電風砲亮的好人嫌 哈我閉嘴哦 四招 沈小姐 鬧躍 肯定在這 沈小姐 沈小姐 面在這 沒事吧 也沒事 多虧了四先生及时感慨 我先走了 陈总问起我来 你给我转达一下 好啊 人家姐姐 做个明星女孩不是挺好的 特别要挣钱的 袁少什么意思 贝弟弟少些省段 活横是不会过 但要小心 要不要触碰了他的底线 谢谢袁少这次 我是没有事 你的那个 是要说 不是 但你说 你的你真的超好 超水 我真的 很喜欢你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 我没喝酒 我很乖 我喝的果汁 果汁 哪里是果汁 明明是果酒 大叔 你是不是讨厌我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抱抱我 你个没良心的 我抱你抱的还少了 大叔 我们睡觉的 小丫头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困了 我们睡觉 睡觉 嗯 别乱动 你是可以踏踏实实的睡 我可要被你惊弱 看到了吗 这次团队非常专业 角度批得非常完美 就连你和四少进入的宴会酒店照片已经合成了 看起来你们就像热恋中的情侣 确实不错 这PS的照片 我们不能翻 但让粉丝反 这样 四少责备此 我还有退路 我只能把你这个小软包给启 我还能把你这个小软包给启 我已经警告过陈师王了 他说他会成情 我和他没有关系 我和他没关系 我记得不是这个 我记得是 他的粉丝说你是渣男 还说你不负责任 看得我简直蹭蹭蹭蹭 我做而已 你真的假的 不行 四先生人这么好 怎么能让他被冤枉被骂 我要替他成敬 容容 吃水果 四先生长得帅 人品好 还温柔体贴 他跟陈师王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根本不会渣男 你干嘛呢 我帮你跟陈师王的老公车吵架 张队 甜甜 你不用和他们吵 回头让公司发一个声明就 我 我上了医生前 谢谢 明天 袖子 已经不负用了 什么 大 素 dos 你老是這麼不長記性 你讓我怎麼放鞋 我知道了 知道 喂說說 溫怡回老宅了 我現在有事要出去一趟 晚上回來陪你吃晚飯 你一個人在家可以嗎 哦 可以是可以就是 思先生我能不能讓月月過來陪我呀 就是上次你們在小龍蝦館見過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以那你讓他來吧 有個人陪你我也放心 我就說嘛 思先生你人超好的 月月還說你高冷 說你不好相處 我覺得思先生你是最好說話的人 你大概是天底下 同一個覺得我好說話 那你們好好玩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月月月月月月月你快來 思先生他單純了 地址已經翻了 暉色天空中的小雨 這個陳時丸的粉絲有病嗎 真是活的 你家思先生都成親了 跟陳小姐不熟請勿造養 這確實 像四先生說的 你跟四先生是有什麼關系 你可別拿他好心手 你這句話呼籲我嗎 就是那天 哎就是那天我們在酒吧 反正 有人幫了你去小三 你跟媽媽這事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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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人有沒有法律意識 隨隨便報告你照片 喂 顏蓉蓉蓉和絲少的照片 已經爆出去了 現在粉絲都覺得你是受害者 顏蓉蓉已經被罵慘了 這是他應責的 還有 我發現這邊有人在網上 曝光顏蓉蓉的黑料 是顏蓉蓉的高中學長 叫周楚旭 這絲看來是真的很顏蓉蓉 竟然還實名爆料 這料十有八九是真的 管它是真是假 有效就行 你趕快聯繫完那個周楚旭 給他一筆錢 讓他再添拔火 讓粉絲去忍忍 好 怎麼 是周楚旭 周楚旭這個人渣 他 他不僅造謠你是小三 還造謠你 讀書期間未成年勾引學長 包養墮胎 他怎麼變得出來的 這個周楚旭怎麼這麼惡心 還有陳詩婉的粉絲 明明蘇先生都已經澄清了 他們怎麼還是這麼不分 金紅皂白的過來罵 對不起愛我 要不是我約這個人渣出來 你跟他也不用有交集 月月 你別自責 這件事情跟你沒關係的 就算你不約我出來 他們也做的是方法造謠的 我現在是你爸 四先生 顏蓉蓉 你看到網上都惹揍了嗎 四先生對不起 我是不是給你惹麻煩了 乖 別哭 這不是你的錯 你現在把私信所有罵你人的解脫 全部解給我 我這邊來處理 好 我沒哭 乖 你把解脫發給我 剩下的交給我 好 你把我的學道 多好 一路敬一敬 這可好幾百元 你只要按照我多點 是個律師韓就請 還有那個周神聚 要人救他 這真是一提書開花 肉肉 你家探戀地址被人曝光了 陳時代的粉絲要去你家店裡鬧事 走 顏肉肉 你跟小三滾出來 你當素養甜狗都不配 你敢當小三 你不敢出來嗎 顏肉肉在外面幹那些不要臉的事 跟我們沒有關係 他早就跟人跑了 你們 你們到別處找他去 顏肉肉在這 你們去找他 別來打我們家店了 你瘋了 你這樣會傷害到肉肉的 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管他的死活 你怎麼不顧咱家店鋪呀 他在外面幹那些沒臉沒皮的事 還連累咱們 打他都是活該的 誰敢弄肉肉跟他拚命 你誰還這麼沒 會顏若肉這樣關三 你肯定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這打給我 我本身找死了 我也沒有擱他 走了 送他 她跟小三 她改還嘴 姐妹們 撕了他 嗯 姐妹們 撕了他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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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闹都干什么 还不去救人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这些什么也放开我 哎那是自信了吗 他怎么来了呢 你别放我 我不是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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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若对不起 我来吧 你放心 有我在 谁都别想伤害 四先生 四先生你终于来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快 别哭 我会保护你的 你又生了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身上好疼 但是 但是我又把宝宝保护好 走去医院坐镜 你给我下来梳理是 四少 完了 四少真的来窃益 能让我出头了 我们完了 不用担心 师婉肯定会替我们向四少求情的 得罪严小姐 就等同于得罪四少 谁求情都没有用 全部押送到警局 以故意伤害罪名报案 是 四少 四少 我好像 为什么呢 胆子这么小 还敢喜欢我 自先生 自先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宝宝怎么样 宝宝很健康 你把他保护得很好 呃 苏先生 月月怎么样 月月她 你放心 她没事 吓死我了 我很害怕她出事 抱歉 这件事都是一模二级 不是的 苏先生 这件事完全就是因为周楚旭 在网络上乱带节奏 跟你没关系的 没打扰你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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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查的事有结果了 陈世婉 对 一切都是她在表情中的内容 四三少 你们是在说 我被网报的事是陈世婉 可是 不是周楚旭在网络上乱带节奏吗 哎 小蓉蓉 你也太担心了 我被网报的事是陈世婉 周楚旭趁机网报往黑迷 也是因为陈世婉的粉丝 把你骂上了热搜 这才引起了广大的关注 而且 我查到 在小蓉家店铺外面 闹事带头的那几个 都是陈世婉工作室的人 陈世婉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因为你家司先生 他这叫什么 蓝颜祸水 不会说话就必须要跟起 我和袁玉出去有事要谈 你好好休息 你打算 打坐 引导网报现象闹事的 陈布里安 根据情节严重程度 交给律师去做 OK 还有周楚旭子 逗我把他做了 那 陈世婉呢 全面封杀陈世 哎呀我的宝贝有肉 如果以为来了像司先生 你要从天尔建保护 我也会去弄老婆 你喜欢人还配这样 那你不觉得 我赖孩子想吃天尔肉 你不准别提自己啊 你不仅年轻漂亮 是他老牛吃嫩的好 再说了 凭借我看大董小时候多年的经验 这也没什么 不可能 那他再把这个护人家 一夜天天就把城市晚封杀了 而且包出他多年前的黑料 你不知道吗 你没有看微博吗 你看 惹着他挂着呢 对 厉害 可 你别想太多 你就当时休假 给点时间 我们俩先处理 你现在不能够一道 你怎么还不说 怎么是你 四少我知道错了 只要你可以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吧 我给你脸了是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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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在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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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们在 对不起 你跑什么 你跑什么 我 你们 你这是什么表现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可是他衣服都脱了 那是他自己脱的我没病 你是说他故意勾引你 严小姐 对不起 你能不能 向四少替我求求情 我不能被封杀 陈小姐 如果你被一群人网报到 被人围攻殴打 你会原谅那个罪给我说 四少求你 滚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你肯定是 的 不 你们 和我 不 护人 奉陪啊 怎么 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 你觉得我会喜欢 陈诗婉那种女人 不 我相信慈先生的人品 只是 连陈诗婉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都看不上 那我 那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 想我了 我 我我才没有 我先回房间 说 他年纪还小 我不应该这么自私的把他 禁锢在我身边 二少 你去先找人家过来 到底要干什么 被我哥封杀 你已经没有任何对了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改变命运 要吗 什么意思啊 眼熟吗 这个人跟颜蓉蓉 长得好像啊 这就是李家那位过世的夫人 你的意思是 颜蓉蓉是李家财罚的女儿 我怀疑她是 但还有待去这 陈小姐 陈小姐有兴趣 顶替颜蓉蓉 去李家当千金小姐了 那二少希望我 怎么做呀 哼 一旦李家承认你 你就说和李家跟我联姻 我需要李家的势力 来压迫死我 到时候 私事的企业 都是我的 这里有二十万 只要你们配合我 拿到袁蓉蓉的头发 这二十万就归你们 你要问谁啊 那个头发是 不该问的就别问 当初你们捡到她的时候 她身上还有什么贴身物标 你 你说什么的我听着 别装了 不就是为了钱呢 你把东西拿出来 你再发现了 哎呀 好说好说 不就是一块碎了的玉佩吗 又不知什么钱 你要是愿意 放十万块钱呀 我现在就给你 那 撑下十万 等拿到袁蓉 birthday 都给你 哎 撑 这不见bah 出来什么传 哎呀 法材了法材了 溫ло 我回来了 哎 少爺 怎么了 温宜 蓉蓉呢 哦 他回家了 他走的时候没告诉你吗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我看你最近好像他总可笨 他走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 哦 没有 你们之前不是总报备吗 不是我啰嗦 你比他大那么多 你好好哄哄他 他一个爹不疼 妈不爱的 也怪可怜的 温宜 我没和他吵架 我现在去严家把他借了 啊那你那你好好哄他回来啊 严蓉蓉 好娘养了你将近二十 你现在放个大款了 让你拿点心 贴不甘你都不愿意 我养你还不是养小狗 养小狗还能给我开门呢 妈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 我没有被司先生包养 我不是最可怜的你啊 你这个硬是不是啊 行了 李欣 你还去完没完 双手 你妈就是嘴硬 其实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他还总念了你来这放屁 我发布他的死在外边 刚小三都蹬的全网皆知了 我在连里面前都没有面子 连班都不敢出 妈那 那些黑子都替我成亲了 你怎么 闭嘴 我不是 我没有专门 你这么就不是我女儿 住嘴 反正他的赢个野男人跑了 这个家对他来说可有可无 我实话告诉 你啊 其实是你爸爸讲回来的 你 不是说好了 等让我们家人以后 才告诉他的吗 爸爸 我妈他说的是真的 我 我真的不是你们的女儿 哎 当年你才 也就这么大点 大东千被扔在马路边上 我怕你被冻死 就把你抱回来了 容容 现在你也十九岁了 这些 你有权知道了 行了 这什么话呀 养育费三十万 让你那个野男人出 从今以后 你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妈 妈我求求你 我觉得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 我以后我以后我一定乖乖听话 我一定乖乖听话 我好好看活 妈妈 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跟妈妈妈妈别固执骗我 你那个野男人不想掏钱也可以 你江叔挺喜欢你 他愿意掏二十万的彩礼 娶你过去 待会我就打电话 让他把你接走 江叔 妈妈 江叔的年纪 比爸爸还大 你 妈妈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不想家人 我求求你 哈哈哈哈 怎么了 子先生 我觉得 我求求你带我走吧 我 我妈妈要逼我家人 我不想我求求你带我走吧 快 别哭 带你回去 站住 走手走 给钱 养育费三十万 给了钱 你就可以把他带走 从今以后 我们就可以跟他断绝关系 你要和他断绝关系 对 给钱就断 可以 我有个陶件 想要养育费断绝关系 可以 照着声明上念 念完签字按手印 我拿手机录视频作为证据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不相信你 视频和断绝出 都交给你 以后你们要是再敢作妖骚扰 就等着蹲监狱吃牢饭 好 好 本人林心 本人阎大和 自愿与阎容容 冠绝亲子关系 如若骚扰阎容容 自愿被追究所有责任 哎 容容 你还有我 我的家 就是你 和你将来也会取其生子 你又能护我陪我多久呢 小姐的身份确认 快给我 确认 准备什么烟灰 是 少爷 刘朱李刚刚送我来两张的邀请盘 我放茶几上了 好 知道了 刘朱李刚刚送我来两张邀请盘 我放茶几上了 好 知道了 李嘉邀请我们去参加晚宴 这份是你的邀请盘 李嘉邀请我们去参加晚宴 对 就是你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猜法 李嘉 李嘉为什么要给我邀请盘 哦 是不是因为之前我跟你一起上了热搜那件事 他们误会我们的关系吧 我们的关系 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 四先生 要不你找别的女伴陪你去吧 我不合适 没人比你更合适了 之前热搜的事影响很大 正好可以趁着这次李嘉的晚宴 借助媒体公开的机会 给圈内圈外的人都提个醒 你是被我罩着的 啊 那次网报的事儿 我已经不在乎了 可我在乎 容容 你愿意陪我出席晚宴吗 我 我愿意 这颜容容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竟然让四少这么长 就连李嘉的晚宴都在他玩 你可别胡说 你可别胡说 上次胡家那位得救了他 整个胡家都被四少给 这次好白咱被猪给挂了 我和神给咱嘴 是谁啊 他呀 叫爷容 家里是开蔬菜店 上次唐哥上热搜 你也是以为他 真是不知所谓 今天邀请大家来啊 就是我李某人有一件大事 起事儿 要跟各位亲朋好友分享 我寻找了二十年的女儿 今天 终于找到了 此次宴会呢 也是为了他而办 就是要让各位名流任意 以后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 那就是跟我李玉柔过不去 那就是跟我李玉柔过不去 这颜容容到底是什么公主命啊 不仅有私上护着宠的 还是李公子的女儿 哎 人和人的差距啊 能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 羡慕我 容容 别慌 你忘了 四先生 是我吗 是我 快来 颜容容 你该不会今天觉得女士比我 我没有 山巾就是山巾 我们可以找 陈世外 回追燕不想办 如果 nightmare 我怎么会让你让人иг蝎 不想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呃 你怎么办 你想那 node 你怎么办 搖身一變變成了財閥千金呢 傷害你的必須要負責 四先生 你不要為了我得罪大財閥 不值 值不值得我說了算 你也罪了 我父親並無任何血清兄弟 請自重 你父親是私生子這件事 如果你非要算父提醒你 我估計讓所有的靈靈崩脫 你 我還更集體 爺爺對你帶來這個賣賦太小女孩 非 所以 你嫌不嫌不嫌 那你老婆 四先生 你去吧 我一個人可以的 好 你去找原理 爸 我看到了一個老朋友 我過去跟他打個招呼 好 好 如果關係非常好的話 帶過來讓我認識一下 好的 很好 需要飲料嗎 謝謝 哎 嚴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啊 不是我 我不是故意的 严小姐 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情生气 可是 我已经真心给你道过歉了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你还不满意吗 你胡说 对不起 在我的任性验上 我给你道歉 你满意了吧 你太亏你 说起来严荣荣还是个绿茶婊呢 就是 也不知道四少到底看出他什么了 是谁在欺负我的女儿啊 爸 没事的 我之前跟严小姐有些误会 解开就好了 误会 什么误会 能在别人的任亲验上胡闹 就是 我要是莫名其妙被千脸分纱 我哭都没地方哭了 要不是老天开眼 让诗婉小姐被李总认回 还不知道要遭什么罪 就是你 介入了诗婉 思伯恒的情感 导致她被封杀的 我 谁干的 四少 对不起 我刚才下来是想跟杨小姐道歉 可是她突然转过来 就 小小小 叫你 陈世文 你的这些手段耍到我跟前 不够看 思伯恒 这就是对我女儿说话的态 李总 我尊敬你为长辈 护女心切我理解 但我也绝不允许 有人恶意欺辱我的未婚妻 我也绝不允许有人恶意侮辱我的未婚妻 喂 未婚妻 孙先生她 于总啊 你看这真闹啊 这年轻人的血气泡肛 爱冲击 你啊 你头脑毛汗啊 莫衡 她会给你听道歉 颜蓉蓉 你个贱 李小姐 我未婚妻也不是故意的 她也是不小心当的 思伯恒 你这是摆明了要跟我李家撕破脸吗 你 令员当众侮辱我的未婚妻 我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还算什么呢 李初想替她出气的话 奉陪 我向大家宣布 这是我的未婚妻 颜蓉蓉蓉 如果今后再让我听到任何羞辱她的话 就是和我作对 我一定会奉陪到你 四先生 你这样会不会得罪李总 怎么 怕了 不 你还骗她说我是你未婚妻 万一她为了替陈世婉出气整你怎么办 蓉蓉 我说过我会保护你 四先生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我怕我将来忘不了你 别怕 相信我 刘总也打来撤破了 这都是第七个 是李家人在背后 这些人只是潜在 按照李宇宙的风格 他肯定还有破数 这陈世婉 既然会是李家的千金 都说他和过世的李不认成像 不过我倒觉得小龙跟他更像 我念想你小龙龙是李家的千金 你刚才说什么 我八卦心中 脱关系找到了李不认的照片 我发现小龙龙跟他更像 龙龙不是严大和的亲生 我去 该不会小龙他这家的千金 陈世婉这假帽子 你去查一下陈世婉最近和什么人有接触 我总觉得那是不容易 哟小龙龙 龙龙 你怎么过来 你最近忙的都没时间回家吃饭 我就做了点给你送回来 袁先生吃了吗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俩人世界吧 四先生 吃饭呗 你怎么 不开心啊 我就是想到生完宝宝后 要跟四先生分道援标 有点难过啊 蓉蓉 你年纪还小 我不想自私的让你生完孩子之后 依旧以母亲的身份 被我捆倒在身边 我明白了 不 你听我说完 蓉蓉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好好地培养感情 等未来孩子出生 我希望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你觉得呢 哎呀 四先生太会了 这是顶着足啊 确实顶着足 我答应了 既然你答应了 结果我给你支几张 那 支几张 你这也太狂野了 行不行 这一招都不撕先生这种网绝对别人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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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兩天查這件事啊 真的是累死我了 容容可能睡著了 一會咱們下點睡 那行去女廚房聊啊 走吧 走吧 嗨 思思 這是回事 月月的方法有用 詩先生喜歡我這樣 原意和我一起來的 一會我們還有師債的 對不起 我不知道我 乖 早點睡 難怪最經理家 把我們打擊的這麼精壘 私家的內部 扔出了rule 那你有没有一个对象吗 什么 什么 他被你家老爷子安排进公司 还早早饭 就能胜得到公司的高棱了 有钱都是鬼子 更何况一个也长到 他把城市罗 变成你带千金的这些 他们有天外好 这也不做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做 奉承县 丢大 不是说有关荣荣的话 我对你是真心的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爸爸随时喊停对私家的聚集 我私伯鹏什么时候沦落的 在商场上需要靠一个女 回家好棒 伯鹏 只要你愿意娶我 我们两三连绵 我就可以夺回私家的长政权 私爷他爸是个私生 上本台 况且私家本来就只有我一个机场 他对我狗文中认识 可是我不想嫁给私爷 那是你们的事 跟我们关 成续的办法 只要我斯伯鹏在意 就会被封伤一笔 爸 为什么你还休息啊 斯伯鹏已经当众宣布 他又被婚妻了 你作为李家的千金 以后就不要再帮他了 可是你还让让那个小贱人 根本不会做私家女主 你作为李家的千金 我发现你好像很在意这个人 不是 是之前要被他连维相 所以心里一直有个哥的 是吗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 以后不要再针对那小贱人 我看你 爸在早点休息 我会放假 妈妈今天又写了新的指示 等你出事好 我一定会做个好妈妈的 严重让这个活放了一丝绍 小贱人 你以为你怀上丝绍的孩子 就能稳重斯太太的的位置 我告诉你 你这孩子根本生不出难了 真是吧 这样伤害我 四少不会放过你的 谁知道是我 放开 张医生就没有监控 啊 怎么样 放开 龙龙要是有事 我拿你配罩 孩子没事 我如果你是先 还要我 我便要我 你帮你 我都心广上 我确定要求你 你 你 我也没想到 许阳 有事 严小姐 你没事吧 医生说注意休息就好 好 没事就好 林总 请回吧 不好 可否借一句说话 你只有五分钟 严荣荣不死 对我们都是巨大的事 严荣荣 目前还不想放弃严荣荣 这个时候逗严荣荣 严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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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十个 都不够他瘦 你害怕吗 二嫂 你在李家当了几天缺金 是不知道自己在谁 二嫂 我想弄死严荣荣荣 你是不是真好 你想 严荣荣肚子里穿着丝绍的孩子 等孩子出僧了 自家哪 他用你二嫂的严荣荣荣 就是这个 那你我联姻之事 你和李玉珠那里相互说 二嫂 我跟你都是一同 我想到李家千金 还有你 也要问我自然会去 但这个结果 你可别给我把车撩回去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怎么 这就想跟我走了 你巴不得好好伺候一下二叔 喂四先生 你还有多久到呀 有点堵车 我安排了人替你办理出院 等我过来就可以直接走了 嗯 那我等你 小姐出院就去已经办完 至少了 现在你下去 谢谢 是 陈世晚派你来的 是会想办事 杨小姐 不要怪 你怪你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十倍 干我们这行人 最想的就是县域而民 也不行了 住手 谁派你来的 我杨王八 谁派你来的 谁派你来的 啊 谁派你来的 啊 四先生 不好 你怎么样了 柔柔呢 他怎么样了 他没事 只是看你一身血 被吓晕过去了 被我安排在隔壁的房间休息了 四先生 四先生他怎么样了 你自己看吧 情况不太乐观 我以为像他这样的祸害 会遗害千年 我没想到 小荣荣 你就抓紧时间 多陪陪她吧 四先生你是不是很痛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和宝宝都很需要你 远先生说 他说你婚害一千年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你是我遇到最好的人 所以好人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从小到大 你是唯一一个对我最好 最关心我的人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重当 你流了好多血 四先生 你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养宝宝吗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 有多喜欢我 我现在都别喜欢我 四先生 四先生你醒了 我喜欢的小丫头因为我看 哭哭啼啼的说喜欢我 我要是再不行 错过了被她告白 岂不是很可惜 真的喜欢我 喜欢到害怕我死了 想用告白来见我本期 四先生我 我没有告白 我就是怕宝宝没有爸爸了 从你刚刚进病房说的一切 我可都听到 所以你 你刚刚 刚刚你是故意骗我的 我还以为是真的 我还想着 你要是不在了 我也不活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骗的 我只是 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在 对你在乎的 你们 乖乖 我喜欢你 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一辈子护着你 纯弈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愿意 我愿意做苏先生的女朋友 我真的和喜欢苏先生超喜欢的 都是你那个不听话的哥哥害的 爷爷您消消气啊 堂哥这么多年 没少跟着其他公司对着看 不都也没事呢 少气的说 这次他惹得可得了郁州 喝了什么 跟他老胡理道 这次私事股票大跌 股毒高层嘛 印解特别大 老四不还给我滚过来 这件事他不给我交代 撤了他的事 爷爷 您这么对堂哥是不是有点怠惯 说话不搞流了是不是 我这就招呼堂哥 高层里有两个内奸都是被自己收买的 这些文件就是他们交易的具体证据 将所有证据链准备好 随时做好控告他们能用过 明白 对了 还有伤你的杀手找到了 只是嘴硬得很 敲开还需要点时间 对了 你和小蓉蓉就这么定下来了 小蓉蓉也是你叫的 该该口吧 那换了什么 小嫂子 这个不错 他应该不行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还是个恋爱呢 行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哟小嫂子好 快去陪你家老男人吧 哦 我 四先生 我给你带了电灯 你怎么还叫我四先生 那我叫你什么呀 我叫你 大叔 不是蓉蓉 你是故意刺激我是吧 我没有 我就是想到我第一次叫你大叔的时候不是也没反对吗 我不要这个 显得我老 那我叫你 叫你 阿恒 怎么样 这个好 好听 又显年轻 好好好 吃饭吧 阿恒 李总 这是 我怀疑陈之婉是冒充的 颜蓉蓉的头发 是我找四伯衡帮我拿到的 您怀疑颜蓉才是小姐 可是 之前亲自鉴定 是我亲自定流 陈之婉拿到颜蓉蓉的头发 伪装成自己可并不大 至于那块玉肺 我查过 她之前接触过颜蓉蓉的养父母 我正就去几乎做检订 蓉蓉 你会不会是我女儿啊 我就提前先恭喜二少王 等下周股东大会结束 我就得叫你这司总喽 哎呀 还等什么下次啊 现在就先改口先适应好 恭喜司总 恭喜司总 二少 我有急事跟你说 不是 我都说了 别算公共长途前面 我过不上那么多了 你找了人 被司总帮带走了 什么 所以 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后面的事 我手笨 你干嘛不让护士给你弄啊 我弄疼你要怎么办 你难道想看 你护士对我磨了一剧 人家护士小姐姐可都是专业的 是吗 那今天护士盯着我看的时候 你黑脸没 不许胡说 我才没有 哎 哎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弄疼你了 我是不是拍到你伤口了 对不起啊 我就是 我就是 疼 你不关心我不吃醋 心里难受 我心疼 又逗我 我觉得原音说的没错 你恋爱不不真的好油啊 你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看不得我们好 他嫉妒 哎 我觉得 仁义和粤语还挺配的 要不我们 把他们凑合一下 可以介绍他们认识 啊 妆容小姐 之前十晚对你造成伤害 作为父亲 我身表歉意 所以今天我特意带他来向你道歉 爸 我以为你带我过来是给我冲腰的 让我给他道歉 我道歉 李先生 我不接受和解 陈诗婉小姐对我造成的伤害极其严重 我要向他追求法律责任 严蓉蓉 你少装出一副受化者的姿态 这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 是我 你真是什么态 爸 就算他严蓉蓉有私家撑腰 凭我们李家 还能怕他私家 给我住嘴 第一次见人道歉 道得这么嚣张 你们到底是来道歉的 还是来挑衅示威的 如果是后装 四伯红绝对不用陪到你 你现在就跪下 给严小姐道歉 你让我跪下给他道歉 你伤人就是你的部队 快点道歉 爸 我以为你找我回来是要弥补我 让我做最幸福的千金小姐 结果 区区私家你都不敢 要么跪下帮起来 要么现在就给我滚 滚就滚 天蓉蓉蓉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李总 你别生气了 先坐 谢谢啊 对了 我跟博恒 还有话要说 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好 跟我们预料的一样 亲子鉴定的结果显示 容容才是我女儿 既然已经确认容容才是令千金 那李总带陈诗婉过来演这么一出 是向容容示好 准备和我合作 她敢对容容下手 她就应该受到惩罚 我刚刚 恨不得摁着她的头 让她跪下给容容道歉 还有 我查到陈诗婉成为冒牌货了 来我李家 这背后 有司业做推手 我猜到了 她弄个冒牌货来 还旁敲侧击的想联姻 不就是为了吃绝户 真够阴险了 李总可能还不知道 司业他们急了 已经买凶 对容容下手 想彻底解决后患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 容容可能 他们两个 好大的胆子 我好 我们先联手 将李氏 和司家的张来传 冲 我在风风光光的 把容容接回来 我也希望容容 早日和你相认 容容 就拜托你照顾了 放心吧 我被拿命护了 我相信你 不是 是吧 你有毛病是吧 叫你说别约这种公共场合 非得约到这 李渔中昨天打我 你没事一场 他干啥 我惹他 我讨好他还来不及呢 他现在为了 严荣荣 昨天把我叫到医院 让我跪下 给他道歉 然后就伤了我一巴掌 他替严荣荣出头 这事不对劲 你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 所以我才把你叫出来了 我的身份一旦暴露 你拿什么对付斯伯恒 咱俩都得完蛋了 那看来得亮出底牌了 这是斯伯恒的黑料 你找个媒体 它曝光了 越大越好 可是我现在已经被封杀了 有哪个媒体 愿意替我出来爆料 你是猪嘛 你是李嘉千金大小姐 哪个媒体不敢接受你 我知道 那些 那些媒体不敢接受 那些媒体不敢接受 思照 思照 请问您对热桌上的爆料怎么看 忘了说你跟其他 三大家族的明月开发题 思笑俱容玩得很大 一夜一夜三夜是真的吗 你身为四十七成人 觉得这次丑闻 对您继承丝是有影响吗 你不让开 请问您未婚期严荣荣荣 对您这些风流事都知晓吗 爱恒 我害怕 我都走吧 明天我就让你们 暴社找避免 荣荣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问什么 那些记者 在有你的问题 你就这么相信我 我不信你 难道我还信那些陌生人呀 再说了 我自己才刚刚遭遇了网报 我太懂那种 不被人理解 被人误会的感觉了 荣荣 谢谢你 不过那些照片 确实是真的 怎么回事 三年前 在我生日宴上 我被人下药 当我醒来 就已经和另外几大家族的 千金在一个房间 我们一山都不找 还被人拍了照片 但我们没有约见 我相信你 别紧张 这件事 被我们几家联合压了下来 但圈内 还有一些风波在传 这就很奇怪了 这件事明明都已经过去三年了 怎么会突然被爆出来 当然是有人在背后当推手 陈世宛 恐怕不只是他 还有四亿 他不是你堂弟吗 这个人我听袁毅提起过 说他野心非常大 好像还想取代你的公司总裁 就凭他 他还不够资格 死不狠 你眼里看到底有没有我这个爷爷 爷爷 你着急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你发脾气 还不是因为你 被媒体大肆报道的混账事 这件事三年前就被揭开了 现在又突然冒出来 因为 您就没想过为什么 反正为什么 因为你 或者这个 从事下降的女人 恶罪了李家 爷爷 荣荣不是什么下贱的 她是我的未婚妻 做什么做 她这样的女孩 我绝不可能接受 那我的孙几发 赶紧给我滚 你真是爱我的眼 既然 丑闻传出来了 那就干脆 顺着陪周 担着这个热热 和这原案子 订婚 把丑闻 变成喜事 挽回 私事的景象 爷爷 您是非得逼我把话说绝 把事做绝什么 你 堂哥 你说你私底下老外就算了 怎么能抱住这种证 对咱们私家 对咱们私家影响可太大 四爷 这些年你在外面怎么折腾我 懒得管你 但是你天天要找死 把主意打到融融城市 这一次 你觉得我还会放过你 啊 童哥 你说什么 说你找死 这不害你童谣 我 我 住手 我这东西放开思业 撤了你记车人的资格 行啊 那我就等着老爷子去往里吃 我倒要看看 有我一手撑起来的私家 到底谁说了算 你 你给我滚 还有你 买 嗨 也妄想进我私家的大门 春心妄奖 老爷子时不时的就会发疯了 你不要被吓 还有 这个别墅也是我买的 要多 你是没没没分的也种鬼 罗恒 吃饱硬了 你扭的狠了 四眼 咱们走 融融 看到了 纠战雀朝始终名不顺言不正 早晚都要被郑主干了 而且还会有报告 英威 自包含的个人原因 咱们的公司 受到重大影响 这属于他的 重大错误 在此 我宣布 公司总裁的位置 有司业 春哥 开股东大会 我这个执行总裁却不在场 像话吗 汤哥 你的丑门还没被解决呢 公司受到拖击 严严不肥 紧急召开股工大会 让我暂时代理公司 执行总裁一臣 你给我闭 你去去一个销售部 副经理 你怎么带着执行总裁 就算我真的要让位的话 这么多股东在这 什么时候轮的东西 还有 别在这儿喷清代理 叫我司总 老爷子 自从你把股份转让给司以后 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股东大会 这个辈子 不应该您做 你这不孝子孙 你会找个屁的 司总 公司最近 因为你的个人行项问题 导致股票大跌 我们觉得 您确实应该避避分头 对啊 你身为司事的总裁 一言一行都带着着服事 公司最近丢了好几个大项 我觉得也是 我的丑闻影响很大 但这件事该解释的不是我 是 司总 司总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都是千年的狐狸 跟你装什么样子 不是 不是 陈管家 你怎么才是 二少爷 大少爷 都知道 哇 这位是陈管家 我们私家的老人 我爷爷最信任 我的丑闻是怎么来的 他最有关系 毕竟给我下药 就是你 这样 老爷 老爷 你救救我 都是二少爷逼我 给大少爷和三位餐厅下的比药 他拿为女儿要挟我 我没得选择啊 老爷 胡说把他回你 老爷 我没胡说 我真有证据 大爷 你把事情败了 二少爷推我出来挡 我就把他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 我 下完要 找人把四伯狠狠的三根婊子让到床上 拍一张照片 接触了没 二少爷 我明白他 那我女儿 我拿到照片后 自然为我的 陈管家 四伯狠给你多少钱 我没胡说 二少爷 你也有我女儿 去莫充李老爷的女儿 将来要是被林家知道这个事情 我家诗婉还能有好下场吗 我看 我看 不需要将来 我现在就带着他来当众托布你低劣的把戏 陈诗婉他根本就不是我 二十四 一手操纵安排在我身边的猫 翻货 为什么 我明明已经到前级了 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的一切 你为什么 把他带走 吵死 是 废 怎么可能 我已经联合了其他家族 我们会一起发声 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到时候声明一下来 口碑 将会逆做 现在你们对我当董事长 还有意见吗 咱们 我也不想要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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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兄弟都互相争夺权势都爱不去 你出生在汇乡的一个小诊所 当时我带着你妈妈正在逃难 我们不能带着你 所以就把这块玉佩和二十万块钱交给了当时节诊的医生 我们说等危险过去了就回来接你 但是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医生已经不见了 李叔说的对 从我失去岁的时候 圈子里就在传李家一直在找失踪的 妈妈 是什么时候去失踪 他跟着我吃了太多苦了 亏了胜责 再加上我们把你弄丢了 他自念成绩 最终病逝 不过我相信 他在天上看到我们相遇 一定会高兴的 爸爸 这一次 不要再把我弄丢了 蓉蓉 记得你答应爸爸的 你一会去医院看完四老爷子 就让伯衡把你送到李宅 爸爸希望你能回家里住一段时间 我不会实验的爸爸 只是 能不能让阿恒陪我一起过去住院 当然可以 让他也一块住过去 我当然欢迎 那 回头见爸爸 好 怎么了 你看上去有点不开心 我不想让你去医院 为什么 那是你爷爷呀 他生病了 我理应去看完他的 可是他以前那么对你 你还是 阿恒 他是长辈 我理应尊重他的 况且 他说的也没错 我之前的身份 确实和你相差太远了 假如是我找了一个穷小子 爸爸他肯定也会不高兴 也会严厉考察的 都到现在了 你还替他说吗 其实 我之前是挺自卑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但是你看 我现在姚舍姨变成了你家的千金 你难道 不想带着我去爷爷他们面积 要我留意你了 走 我带你抖一抖去 走吧 来 阿姨 爷爷他这是 中风啊 哎年龄也大了 这血压一高呀 情绪一激动 就这样了 能治好吗 医生说不算太严重 得好好养 受不得半点刺激 老爷子 你不是天啊 天天盼着阿恒他们来看你吗 这不人都来了 你怎么把这脸呀 哎阿姨 要不我来喂吧 我之前 啊 我之前 给我养父家的弟弟 小时候喂过饭 我有经验 你 老爷 看柔儿对你多好 咱们四家缺了这样的孙媳妇 真是烧高香了 啊 你也这么认为 看柔儿爷爷在夸你呢 你不想让柔儿喂 你胡说 爷爷 来 嗯 容容 爷爷 这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喂 啊 没事阿姨 爷爷他老人家 比较固执 要不还是您受喂 您来喂 来来来 我都说别来热脸贴冷屁 哎呀 好了 他是你爷爷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好 本来就没好过 他从来没把我当孙子看的 在他眼 只有那个狼子野心的私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别以为你中疯了 中到了那天的苦人大会 我就会放死 他必须为伤害荣誉而付出代理 阿虹 你别太担心了 爷爷经历神这么好 肯定很快就会好转起来的 我才不担心呢 他连中风啊都只顾着思野 他越是在乎思野 你就越是要让他明白 你眼底终不得杀子 好好好 哎你别生气了 思野他现在就是条陆水狗 你想等他 可以 我先等他 我先等他 你先等他 你先等他 我才不会脏了我的手 他买凶伤了 已经是犯罪 自然会有法律制裁 原因已经撬开了那个宝贝 死里他逃不掉 是吗 那坏人都被抓起来了 你不是更应该着急才是吗 你能用这种灭脚的方式斗我开心 方法不图多巧妙 有用就行 哎那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当然 女朋友斗我开心 我没事 我没事 走吧女朋友 我家收了东西 我给你住你的 走吧男朋友 喂二少 你赶紧收拾东西出国闭一闭 你那保表靠不住 把你供出来了 警察马上就要通缉你 完了就走不掉 我靠 我靠 是不是 你他有病是不是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发消息你不回 要不是我在你手机上装了定位 我怎么知道你在这个拖子 你拿着行李箱要去哪 妈 关你屁事 我滚 我告诉你 这事还没完呢 我们要对付颜柔这事还没完呢 你还有脸贴 要不是你跑到颜柔那里发疯 我们计划能失败 给我滚 不让我他妈弄死 你凶想甩掉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被封杀了 斯伯恒还要控告我 现在只有你会帮我 帮个屁 我他妈现在都是民菩萨过河自身年宝 滚 你不去走 在那快抓住他 跑啊 怎么不跑的 啊 不好啊 说的没错 在机场的必经之路 他押的是最冒险的 那天我发现有人在医院走廊公厅 我故意放反反让他送你 他要是不通通冒险 我未必能引蛇出动 给我老实点 斯伤 这个人涉嫌买凶杀人 我先待会警局做进一步调查 至于你 让你律师过来谈吧 走 走了 去哪 四叶被捕这么天大的好事 我跟哥几个喝一下庆祝一下 容容在家等我 不许 哎 哎 呸 哎 借责忘了的老东西 哎 既然 他会有点像 这是 四叶在这躲了这么久都没有事 这这个地方挺安全的 我也多给你 我也多给你 喂 有个发财的机会 你想要吗 哎 你真的要直播吗 咱们是说 四先生钱的 你没听大明星说吗 你容忍个死丫头 可是才发了千金女儿 三十万就想把我打发了 没门 我跟你说 今天 不能破坏我的好事 容忍 我去跟你离婚 来 美女 你看我 这么做行吗 可以的 阿姨你放松点就行 啊 好 等会儿 把我拍得好看点啊 好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 大家好 我叫林欣 旁边这位呢 是我老公 叫颜大和 我们 是颜容容的父母 今天 找媒体来 是来寻求媒体的帮助的 你有什么诉求 我就是想问问颜容容 被裁发亲爸找回后 就抛弃了 从小把他抚养长大的养父母 他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他的良心就不会痛吗 喂月月 怎么了 什么 什么 你去看看吧 可以 他要 את 他anko 哪有什么 分开司少和颜容容 直接在微光上澄清了 还附带了视频 视频 是什么视频 那就是这个视频 本人临心 李渊言大死 自愿与李渊龙龙 这个事情是假的 大家不要相信他 不要相信他 刚才李家也发了声明 如果你在污蔑龙龙小姐半个字 他会直接告你诽谤 把你送进大牢 是 我承认 我们跟他断绝了关系 斯伯罕也给我三十万 这份断绝书和视频 都是我们录的 那又怎样 你在污蔑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 给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我批 要不是当年我和颜大和 把他捡回来 省吃钱用的把他养大 他能活到今天 现在他发达了 这不管我们了 见识白眼狼 你真是我见过最无耻的加害者 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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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颜家菜铺 抵制颜头夫妇 抵制颜头夫妇 清冷 快吵 抵制颜家菜铺 抵制颜头夫妇 抵制颜家菜铺 抵制颜头夫妇 抵制颜头夫妇 这是你个人的解释 快吵 回来 你怎么把我放下了 你别吵 出来 出来 回来 出来 出来 不要吵 出来 别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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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牛啊 啊 当初爆了小导子被网报 他们不作为的时候 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 还着其人之身 咱们可是有素质的生涛者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说话可真有意思 不过你为什么要拉着我 给你来拉横扶啊 啊 不是柔融跟我说你要来帮忙 让我联系你的吗 啊 看来柔融是想搓狗 很明显 你长得挺帅的 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如我们试试 试试就试试 我又不吃亏 培养感情从牵手开始 你可真够奔放的 不过我喜欢 看这吧 心情不错 嗯 你说的方法真的是太有效了 月月和元毅两个人看对眼了 现在跟他约会呢 进展还挺快 不过他们约会 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月月给我说 元毅就是嘴上王者 行动上的青铜 一点也不尽量 现在又去跑厕所了 真怂 那是谁有我家男朋友厉害呀 蓉蓉 打去过是要付出代价 哦 哈哈 得了 你别带我出什么搜捕你了 还带我发财呢 你家这个大财阀 直接来我家里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李玉中那个老东西又危险你们了是指 又能让他没钱吗 光是一个私佛横我们都对付不了 更何况 我们这破店 现在也被抵制了 什么都做不下去了 我给你们钱 你们要多少 只要你们能进去对付眼容容 年华大饼 我想要钱 他更想要命 内财阀要求 我们在天亮之前 就滚出境市 否则 否则就让我坐牢 不是你叫我 你也所有我家成的 你还不说我 你还不说我 我还不说我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给你骗了 我给你骗了 温姨 你和四爷爷在国外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等爷爷的病最好呀 我们就回来了 我说温姨 你让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我说温姨 我说温姨 你让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我说温姨 你让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你让他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要你爷爷一个人去国外治疗 你能放心吗 我有什么不放心 那是他最疼的儿子 难道还会害他 啊好了好了好了 您别争了 温姨 你和四爷爷从国外治疗好之后 一定要早点回来 必须的呀 我还要参加你跟阿恒的婚礼呢 我和他 还没有这一季 这肚子大了 穿婚纱就不好看了 你别 我说温姨 该走啊 四爷爷 你是在叫我吗 四爷爷 你有什么吩咐 四爷爷 这是给我的吗 柔柔 是爷爷呀 这是你做孙媳妇呢 这可是阿恒他奶奶留下来的桌子 是爷爷最宝贝的东西了 四爷爷 这太贵重了 爷爷给你 收着 谢了 你好好养病 曾孙 等你不来给他请人了 我 你 我的小宝贝啊 你看到了吗 爸爸在学着照顾你 妈妈在心疼爸爸 你是在爱和期待中出生的 爸 我还没想怀呢 你拍这些做什么 宝贝又听不懂 我不是没有见证到你的成长 就希望我这小外孙 或者小外孙女啊 能在满满的爱意中出伤 谢谢爸 薄衡 陈世晚还没有消息吗 警方不是说 司也为了减刑 已经配合警方调查 主动供出了陈世晚的位置吗 对 警局那边还没有消息的 我就不敢封锁了 我害怕你一个人都出 没事的 不是还我爸吗 陈世晚就是个疯的 我不知道他会发疯到什么程度 上恶中有报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陈世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们等警方消息就好 总之 不把他抓到前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好 让你陪 终于听到你 我看你这次怎么逃 好 回来 好 你说陈世晚他会来 我发的那个东西会不会太明显了 万一 他 觉得我是故意的能不能 放轻松 就算他今天晚上你这样有话 还有个问题 嗯 有道 你说他 抛的一个大明星 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捕 到無今這個地步 太可惜了 你替他可惜什麼 人心必須什麼分析吧 這都是他自己的選 可是 哎 算了算了 嗯 他反正出犯了法 應該受到應有的承擔 對呀 況且他現在是個危險 他手裡有一大堆 很明顯是正對你 要是不把他抓住 我怎麼過去 你說原地的消息會不會有誤呀 硫酸可是管制品 他上哪弄那麼大一瓶 傻瓜 有錢能使管 看我今天不拿硫酸撲死 應該是他 他看店裡沒有動靜 想確定你的位置 接不接 接 說一些刺激他的話 最好讓他當場發佈 說一些能當正準的 明白 喂你在哪 我 你特意發定位給我 告訴我你一個人 不就想讓我出現了 現在我來了你又到搜頭烏龜 你在哪 知道還敢來 我恨不得親手殺了你 我帶店鋪旁邊的白色麵包車 撞到了 楊柔柔 你今天給我出來我要弄死你 楊柔柔 出來 你快要出來 放開我 我今天又弄死你 你跟我拍一下 拍好看你 你這樣不行 嗯 那你拍好看點 好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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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儒 嫁給我好嗎 發誓 這一輩子都只對你好 永遠把你放在第一位 懇你不你 永遠不讓你受任何委屈 我願意 阿鳳 我願意嫁給你 那又把你放在哪裡 抱歉 兩位 感谢观看